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利用科技执法 设置监视器 遏止相关的非法案件 持续发生 希望让共同生活圈的民众 能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双北 桃园 基隆市环保局 共同推动基北北桃 环保交流合作平台 四座城市取得共识 将携手打击非法弃制犯罪 包括创建LINE群组 及时通报追查 强化跨域合作管制机制 要遏止相关非法案件 持续发生 台北市环保局近年查处案件 发现源头有多起外县市不肖业者 除了针对易遭气质路段 高前市区及垃圾紫车等地点 利用科技执法设置监视器 有效降低非法案件数量 只不过非法业者会跨市移动 要是能采跨域合作通报 更能发挥查气效果 这次平台会议也讨论 包含废弃物处理及去化 环境维护及稽查 河川流域管制 海洋污染改善 空气品质及噪音防治 资源共享等议题 希望透过城市之间的互助协力 让基北北桃共同生活圈的民众 能拥有更美好的宜居环境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诈骗集团伎两花招百出 民众一定要特别小心 在台北市就有一名78岁的老奶奶 在通讯软体搜造自称是 陈警官发出来的传票 告知她的账户被盗用 要求汇款30万元的保证金 被吓到不知所措的黄女士 赶到银行确认汇款 被银行怀疑可能遭到诈骗 通知警方前来处理 破解诈骗手法 保住积蓄 秀出陈警官的赖头贴 跟盘票上抗盘急剧的印章 78岁的黄奶奶急忙来到银行 林贵表示要查询 并汇款30万元 但行员觉得情况不对 赶紧通报大安分局 瑞兰杰派出所远警 前来关怀协助 原本老奶奶对于远警的话 半信半疑 警方除了耐心劝导 更直接放大绝 喂 陈警官是吗 挂我电话了 他不敢讲话了 你看换一个人凶一点跟他讲 原本紧张的妇人 这时忽然松口气笑了开怀 远警也当场集会教育 宣导典型的假检警诈骗 还说法院传票上 绝对不会盖有 抗传急剧的印章 让老太太对于行员的机警 跟警方的及时协助 感激不已 大安分局也提醒 假检警诈骗 利用被害人不懂侦查程序 且害怕刑则的心态 民众若接到不明来电或讯息 一定要提高警觉 因为检警单位绝对不会以监管账户 清查金流为理由 要求民众汇款或提领现金交付 若听到电话内容有监管账户 侦查不公开等等关键词 直接挂断电话 千万不能按照指示操作 避免受骗 记者不参用 台北采放报道 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 三名派出所接到银行通报 说有一名70多岁的老先生 连续汇出大笔款项 疑似是遭到诈骗 云警到场关心 发现诈骗集团利用假美女徒 对老先生嘘寒问暖 诱骗投资 而且还遭到他用装潢费汇款 来蒙骗行员 幸好银行及时报警 在云警的苦劝之下 成功拦阻老先生汇款31万元 银行行员请警方到场支援 因为柜台前 这名70几岁的销姓老先生 前几天才汇出大笔款项 说是要还朋友钱 没想到这次又要汇31万元 担心老先生遭到诈骗 航员赶紧请松山分局 三名派出所协助了解 你汇这笔钱要干嘛 你前面也要汇钱 前几天你有汇钱 对 对啊 你装潢费电话名片给我 萧老先生面对远景询问 表情怪异 讲话也置之物 只说是要汇装潢费 但却无法交代装潢地点 远景好说歹说 总算让老翁愿意提供 LINE对话记录 发现有妙龄女子虚寒问暖 还教老先生投资话术 原来这一切全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 诈骗集团假冒 妙龄女子 对 宵信男子虚寒问暖 进而宽骗其利用证券APP 投资股票保证获利 所信警方平时针对金融机构 落实反诈宣导 加强拦阻意识及主动关怀提问 金像肖男劝说后 成功拦阻诈骗款项31万元 诈骗集团短期出金 让老翁误以为投资获利 加上有美女助攻 汇款也跟着加码 等到被害人起疑 嫌犯立刻不见踪影 这回还好机警行员及时通报警方 才没让老先生再受骗上当 成功保住退休金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长庚干病研究中心 跨院合作研究10年 针对1087位的 肝硬化病人进行追踪 发现采用固定疗程 比长期服药的病人 肝癌的发生率 或是病毒的清除率 相对都减少许多 让病人减少长期服药的困扰 也可以从事彩色人生 俗话说肝不好 人生是黑白的 长庚医院肝病研究中心跨院合作 针对1087位肝硬化病人 进行10年的治疗追踪 结果发现固定疗程组对照 长期服药组 肝癌发生率不但减少 连病毒的清除率都高出许多 发炎是一刀的两刃 各位可以看 只有透过发炎病毒才会下降 所以发炎是好事 发炎是好事 因为发炎病毒才会清干净 假如这个病人指数不正常 防胆增加了 那他血红素 胆红素增加到 两个病毒量以上 你就可以把他给他 不必等三个月 所以我整个来讲 健保脊肤的条件 再治疗的条件 我都觉得相当合理 长庚进一步研究 目前逼干的口服药物 无法有效清除存在 肝细胞内的病毒基因 反观素主的免疫功能 才能够真正清除 如果采用固定疗程组 正好给素主一个机会 产生自发性免疫病毒清除 肝脏发炎也等于是让病毒减少 可以从临床观察三个月来判断 素主有无机会产生自发性免疫病毒清除 这与吸肝属于病毒疾病 只要病毒产生 就必须给予药物治疗的方向不同 这也大大影响 逼干病人的生活便利性 仍然能够活出美丽人生 介绍话长报道 为了培育戏曲接班人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举办2023成功新秀舞台 今年邀集了12个优秀的剧团 横跨歌仔戏 客家戏 金剧 玉剧等剧种 汇集了14位的新秀 拿出看家本领来拼戏 10月19号开始 在台湾戏曲中心 推出12档的好戏 邀请观众一起来感受戏曲魅力 12个优秀剧团 14位新秀 横跨歌仔 客家 金剧 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拼戏 邀请观众一同进场 感受戏曲新秀们 用热血成就舞台 以汗水书写青春 优优优独播剧本领拼戏 国立传译中心主办2023成功新秀舞台 六年来孕育出无数剧团新秀 今年由文化大学教授刘美芳担任策展人 他强调希望透过不同剧种同台竞技 让原本习惯单一剧种的观众 能借此机会对其他剧种产生好奇 近百位演员把新秀舞台 作为自己表演的生涯起点 开展出更宽广的艺术生命 透过资深艺师传承的戏曲功底 将戏曲新秀演员们 淬炼成下一代戏曲接班人 为台湾传统戏曲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记者游祥亭台北才看不到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缔 致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则与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为摆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及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携手把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数 感谢您 平溪十分地区的龙兴宫 到十分公共拖劳中心的道路 因为年久失修 出现坑洞 造成区民出入 有安全疑虑 平溪十分地区的龙兴宫 到十分公共拖劳中心的道路 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出现坑坑洞洞 造成居民出入安全有疑虑 平溪十分地区的龙兴宫 到十分公共拖劳中心的道路 里长也说 周边居民对工程都感到很满意 龙兴宫十分街48项 一直到我们十分公拖的这个地方 那总经费是190万 那预计进行的工程 差不多两天就会竞速地将它整个跑铺完成 也能够让附近的民众能够进出更加的方便 这条路最主要就是通往十分公园跟十分车站 那里面居民加起来有差不多将近100户的就是影响范围 那因为久了 路面已经有破损 那这一次公所提拨一些经费 赶快来把它铺设新的路面 PC区公所表示 这条主要道路连结十分公园及托劳中心的道路 十分公园完工在即 因此也一并把周边道路进行改善 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完成跑铺工作 让民众行车更顺畅 出入更安全 那在礼拜四那一天先刨除旧路面 礼拜五那一天就铺新的路面 那今天早上又画了标线 那做起来居民们都觉得都非常满意 也谢谢那个市政府跟我们公所的协助 十分公园已经大致上可以算是完成 那也想把周边的环境一并做一个改善 那这条道路大概历时两天 我们在10月14号进行的这个刨除的作业 15号就开始铺设 那一直到今天早上做这个标线的划设 那让这个里内还有地方的游客的居民等等的 在出入这条道路的时候更平安跟行车的顺畅 这条道路最主要是通往十分拖劳中心和车站 里头住户近百户 时间久了路面出现破损 皮西区公所近日进场进行刨除重铺 完成后居民都觉得很满意 里长也感谢市府公所团队 让游客和居民都有更好行的道路 介成为平西采访报道 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福德公旁 有一片荒废许久的空地 这里还紧邻北投西畔步道 却堆放了许多的垃圾还有货柜 形成一处脏乱点 去年向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福德公旁 因此经过公所整理后 现在已经变成北投西畔的绿翼廊道 而且还可以直通轻轨 淡金北新站交通相当方便 位于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福德公旁 现在可以看到有一整排美丽的步道 而这里原本是一堆荒废许久的空地 在地理长表示 这一块空地就紧邻北投西畔步道 还对放了许多垃圾及货柜 形成一处脏乱点 形成环境的一大问题 而理长在去年 向新北市议员政员反映后 发现这一块是公有地 经过公所整理之后 现在已经变身成为 北投西畔的绿翼廊道 不仅是种植许多的花卉植栽 这条廊道还可以直通轻轨淡金北新站 便利性十足 那也经过以恩议员 淡水区公所屋区长 还有公所的团队的努力下 那也把旁边的绿植栽都种了 那也种了那个子藤花 那也期待它开花的时候 从这边呢这个狼道 这个狼道绿翼狼道 可以通过我们 那个淡金北新站 那也让我们的居民更方便 所以我们就会同 新北市政府警官处还有新工 一起来负担这一块绿地的开辟 那这一次呢 其实也参着了里长很大很大的建议 就是包括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木制的这个绿狼 然后还有旁边的一些植栽的种植呢 都是里长给的珍贵的意见 那我们也很感谢淡水区公所呢 努力把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给执行出来 议员政员表示 在北投福德公旁边的小径 这处原本是废弃车货柜 和垃圾堆剧的脏乱点 经过他与里长张立青全力争取 由新工处和警官处共同出资 淡水区公所来施作 将三万点变身成为绿翼廊道 而绿翼廊道走到底 楼梯可以通往轻轨淡金北新站 度夜也有充足的照明 让夜间通行的人也可以非常放心 透过这个廊道呢 让我们北投里的居民 附近的居民 可以透过这个廊道走楼梯上去搭轻轨 我相信呢 这个是里内很好很好的一个新改变 也希望居民可以多加力 我们在旁边有种一个公粉仙丹 还有包括紫藤 紫藤花 那这个廊道呢 其实不只是一个休闲步道 甚至一个是交通的捷径 那上北投紫漆旁边 这个上千户的住户 他们可以借用这个休闲步道 走到我们的轻轨捷运站 还有包括我们的公车站 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 去当表示这一条长越一百多公尺的绿翼廊道上头 设置花架种植的非常美丽的紫藤花 而两侧则是公粉仙丹和清澈的小峻沟 并且更贴心的装设座椅 提供市民散步到这边稍坐休息 将过去让人课病的脏乱点清除 改造为兼具交通便利性及绿美化景观通道 连接北投紫西畔 要让附近居民节省十分钟的步行时间 前往搭乘轻轨 可说是一举两得的重要改善建设 记者许端倪淡选采访报道 泰山丰树和平公园涮香藤 每年到了开花季节 总会吸引数十万人前来欣赏 不过要照顾这些花可不容易 全都要靠人工浇灌 在市员受民众的争取下 市府警官处还有民政局 配合装设自动的洒水设施 减少志工们的辛劳 泰山丰树和平公园 在前里掌龄大笔带领志工下 种植约200公尺的涮香藤 每年到了开花时期 一片紫色瀑布般的美景 吸引数十万人自前来欣赏 已经成为著名的赏花景点 新北最漂亮的一个涮香藤地点 就是在泰山的封树里大科 分析的配合道 所以玄线有将近100多公尺 然后将近100多万 要增设一个新的自动洒水系统 这些涮香藤每年都能绽放盛开 都仰赖志工们的细心照料 现任封树里长正美林 有鉴于志工们的辛劳 便请托市议员宋明宗协助 争取装设自动洒水设施 将来让一些志工能够 省掉很多时间来 对于我们的洒水等等的问题解决 也谢谢我们警官处 跟我们新北市民政局 来协助帮忙 宋明宗议员表示 今与地方共同努力下 很感谢市府警官处 及民政局愿意协助配合 同意装设自动洒水设施 减少志工们的辛劳 记者虎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在淡水水队活动中心前 由福人社举办捐血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响应 在地经营的 红树林有限电视也共襄盛举 为了捐出热血的民众 摘油打气 希望能够帮助血库进账 解决血黄的问题 由淡海福人社淡水及台北百城福人社 在昨天于淡水水队活动中心前方 举办一场捐血活动 而这几天天气相当不错 现场也吸引不少民众 等着捐血资料准备捐出热血 而另外红树林有限电视 也一起协助这场活动 为捐出热血的民众 来加油打气 福人社表示 举办这一场活动 希望能够帮助目前缺血的血库 解决血荒的困扰 淡水地区我们已经办了26的年度了 从早期的开始 26届以前的Johnny社长 开始来推动捐血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 所以今年我们三五二二地区 特别把9月份10月份 从士林还有淡水 汐子 还有新店 我们就展开了所有的捐血活动 福人社3522区总监 不仅是出席参加自家举办的捐血活动 更晚秀捐出热血力挺公益 总监表示 目前许多医院的血库都很缺血 福人社过去十多年 都会在每年的9月19号 举办捐血活动 不过这一次在淡水天气相当好 许多民众都来捐血 为此新北市议员陈佳琪也出席 来为捐血的民众加油打气 一起来响应公益 参与我们淡海福人社所举办的 这个捐血活动 那也感谢我们洪树林有线电视 跟所有的协办单位 大家来共襄盛举 那因为目前我们的血库库存量 还是不足的状况下 那也鼓励我们民众能够多多的出来捐血 然后解决我们这个血荒的这个困境 捐血一带救了一命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呼吁 我们除了福人社友 还有我们所有的台北新北市的市民 有时间利用这两个月到各地 尤其是在淡水这个地方 我们有两部捐血车一直停在这个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响应这个活动 在活动现场捐血的民众 还可以得到许多的精美赠品 这一次福人社总共出动了三辆捐血车 希望可以在结束前超过六百代 也希望借由爱心的公益活动抛砖引玉 带动社会关怀的热心 让更多人来响应捐血 帮助需要更多的人 一起发挥爱心来做公益 记者许多人一带水采访报导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曾博渝 和新北市议员陈乃渝 在阳光运动公园 举办与你同在秋日亲子音乐圆游会 现场除了二手四集 还有音乐 舞蹈和魔术表演 更设置的火车气垫游乐设施 让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一乐乎 周末假日 阳光运动公园的儿童游戏场 总是吸引相当多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游玩 因此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曾博渝 以及新北市议员陈乃渝 16号下午 特别选在阳光运动公园 举办与你同在 秋日亲子音乐圆游会 希望家长与小朋友 除了游乐设施 还有丰富的表演可以欣赏 以及园游会可以逛逛 其实我们在地方上 常常有听到爸妈妈都说 他们很想要有一个二手四集 二手的园游会 可是呢 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 这近三年来 都没有办法办像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农历七月刚好也结束了 那在这个还没有变凉之前 我们想说准备一个秋日的音乐会 那也让这个爸爸妈妈可以 带小朋友一起出来玩 活动现场最受青睐的 就是这个火车气垫游乐设施 小朋友在上头跑跑跳跳 玩得不亦乐乎 此外 现场更安排了各式各样的摊位 包括贩售衣物包包的二手四集 小朋友的消防衣体验 还有创世集集会等等 另外还有许多音乐舞蹈社团 带来精彩的演出 不仅如此 活动还找来知名魔术师 带来充满惊喜的表演 让现场兼呼声连连 不管是大朋友或是小朋友 都看得目不斩睛 而立法委员粗巧会 也特地来到现场 为曾博宇拉抬人气 他表示 第十一选区一直以来 都是深蓝阵营 想要出头相当不容易 所以恳请在地相亲支持 肯付出有想法的年轻人 他是在在地经营之外 他同时呢 是一个最具有 国际视野的青年世代 那很少很少有人 可以像柏瑜这样 有战略观 有资讯观念 但是已经是可以得到 要国际肯定认证 代表台湾 在世界各地 飞来飞去 和每一个国家 重要的人士讨论 和智库来讨论 这样的经验 另外包括了金牌妹 鄭嘉诚 也出席了这场游泳会 为曾博宇加油打气 不少民众争相与他配照 成为另一个焦点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 这场游泳会比赛 进入四个月的 跪车路比赛正式开始 专手跟别人安全 到重点呢 出现了 跪车路定案 飞来飞过大梦 不停留驾路的人 趁着推大计划 跪车路不停留驾路的人 会发质 让人当上又是 希望爱护行事进行 加当行政两份机 跪丢手加脚 跪车路不得飞手机了 来到路口爱停留 一晚转五波中 新北市为了行销农特产 市府在今年文旦佑上市的季节 特别和在地品牌 联手推广巴黎的文旦佑 同时协助农友开拓通路 每和餐厅业者 推出不同的创意料理 期盼能带动地方观光 新北市推动农业健康市 提升农民生产管理技术 而在今年文旦佑上市季节 市府与在地品牌 联手推广巴黎文旦佑 副市长刘和然表示 协助农友开拓通路 再结合餐厅业者 推出不同的幼香创意料理 期盼能带动地方的观光价值作用 最重要关键的时候 一路口去就给做冰农 所以刚刚已经提到 甜度已经十二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幼稚 最主要是产季出来 吃载季 吃当地的时候 就可以赶快的促销 可是这个产品 如果可以延续更久 譬如说跟我们的餐厅 它变成可以开发更多了 跟我们的这个史曼尔 结合 我们就可以拆创其他的产品 这对我们农业的加值是很重要 所以这一块 谢谢我们市农会 其实一直在跟我们农业主义 研究如何让我们在地的 所有的农产 可以透过很多管道 所以这次的直销 电商直销 就把它开发出来 巴黎农会表示 当地文旦佑 皮爆果肉香甜Q彈的原因 主要和种植地理环境有关 尤其今年用植甜度超过12度以上 公补应求 加上幼稚熟度 刚好赶上中秋节 可说是最佳赏会时期 欢迎大家一起来订购新北文旦佑 为农油增加经济收益 我们新北市出生的油 很多農油 虽然山庄有点减少 但是品质已经有万万四处 在桌都有到12桌以上 所以今年的品质非常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到船团 让我们的油 让我们的油龙 可以修理 可以增加 要让他们一个好的味道 在会中 刘慧然跟着业者一起 调制幼香气泡饮料 直说新鲜好喝 同时不忘向市民推荐各项 幼香产品以及创意料理 並提前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芦州区水南里 艾辛佑的义卖活动 持续举办已经第14年 今年同样吸引许多善心人士 还有地方代表共享盛举 总共募得三十万一千元的善款 水南里长吴松彪按照网例 将捐赠给芦州仁爱国小 帮助清寒学子 另外也将规划成弱势的待用餐券 关怀理念的长者 详续芭蕾舞团高水准的舞异 以及仁爱国小弦乐团精彩的演出 为芦州区水南里 艾辛佑义卖活动揭开序幕 芦州区水南里连续14年 举办艾辛佑义卖活动 吸引了不少善心民众自掏腰包 享誉慈善 许多企业老板 地方明代 也赶来现场慷慨解囊 鼓励清寒学童努力向学 不要有后顾之忧 孩子一直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 也是我们国家安定的主要的力量 那所以呢 这个每年我们里长 都会发起这样子的柚子义卖 希望透过这个义卖的过程 让我们的孩子们 有更宽广的舞台可以来发挥 在孩子们需要帮忙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适时的来伸出援手 那其实我听这个里长也常在讲 其实光是这样的柚子义卖活动 他都可以照顾到我们仁爱国小的 这个清寒的家庭 让这个孩子能够有一个完整的 学习的过程跟经历 那除了可以帮助到他之外呢 甚至还有一些多余的 他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水南里 这边里内比较优秀的孩子 成绩优秀的孩子 来提供给他们奖助学金 水南里长吴松彪 相当感谢各界盛心人士 与地方相亲的信任 并表示对于今年的善款 有了新的规划 除了保留给仁爱国小的教育基金 以及奖励学金外 还会规划成弱势带用餐券 照顾里内孤老 让爱心传播的更远更广 今年我又有一个想法 我要来划带用餐券 我们里来这些弱势 如果说吃的肉 穿的衣服最重要 我今年要来找我们里来 有一些那些爱心的商店 一起来配合 我划带用餐券 让我们里来弱势 他们可以去找他们 想要吃这个餐点 我们希望 我们创造一个和谐 快乐幸福的一个水南里 水南里爱心又义卖活动 在各界的踊跃赞助下 总共募得了30万1000元 累积捐赠给仁爱国小的善款 已达100多万 让里长吴松彪及爱心志工们 都兴奋不已 也承诺一定会公开透明 平均分配给水南里的弱势族群 记者罗伦宏 卢云璇采访报道 新北市教育局 结合产观学界 冰写新北市职场伦理完胜秘籍 归纳出职场所需要24种的核心价值 并且用漫画的方式来呈现 需要让学生提前为 进入职场做准备 南墙工商学生以行动剧的方式 演出在职场上的人际互动 以及碰到状况时该如何谨守本分 为了让青年学子能够提早了解职场伦理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邀请专家学者 及各职场人资和经理代表 花费超过一年的时间编撰 推出首部以继职职场为情境的 新北市职场伦理完胜秘籍 会更顺畅 我讲职场伦理 它是未来每一个孩子 都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公民素养 这本专书以分类漫画式呈现 分为个人品德 人际互动 工作态度 及卓越典范四大类 每类在各分成六种得目 呈现24种核心价值 以漫画案例故事 让学生喜欢阅读容易理解 参与编撰的美法连锁集团经理吴小芬 就指出很感谢新北市 从教育开始升职职场伦理的观念 让学生提早知道职场中 该有的态度与伦理 带人有一种感觉叫 事好做 人难带 心很累 所以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们的教育是百年大业 那我们真的职业伦理规范 在我们新北市教育局的 权力推动和支持下 在技职教育种下一个 真善美的一个种子 非常好 非常开心 这本《新北市职场伦理完胜秘籍专书》 除了会发放给 新北市各技职学校参阅外 也会将其内容列为课程之一 同时会公布在官网上 供学生阅览 期盼在技职教育中以 世性及品德为核心 打造顶尖世界人才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区公所在二八子植物园 举办了探索圆森林活动 吸引不少爸爸妈妈 带着小朋友前来闯关寻宝 新店区长陈一军表示 安坑轻轨在今年云运通车 民众搭轻轨就能够走访植物园 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新店的山林之美 新店区公所在16、17号上午 举办新店二八子植物园 安坑轻轨探索圆森林活动 吸引了400多名游客前往植物园寻宝 在活动开幕典礼上 新店区长陈一军表示 轻轨在今年通车营运 搭乘轻轨就能够来到二八子植物园 所以希望借由活动让大家一起来探访 亲子共游亲近山林 活动参与相当热烈 规划了有趣多元的内容 小朋友先是自行彩绘望远镜之后 就可以带着望远镜跟着导览老师 一探植物园丰富的生态 另外现场还有小农士及音乐表演等等 寻宝完成还可以获得专属小礼物 大家都觉得满载而归 新店区公所表示二八子植物园是新店的绿宝石 原始灵像及动植物生态丰富 除了这次的活动外 另外现在还有趣味借位摄影比赛 邀请民众发挥创意 以植物园区内的景物结合人像创意拍摄照片 相关的活动内容可以上新店区公所脸书粉砖查询 欢迎大家到二八子植物园走走享受自然山林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新北市医员廖先祥协助戏指爱乐乐团 举办两场音乐展演活动 演奏东西洋的流行乐曲 而且还开放民众免费入场 广邀大家一起来欣赏 为了让戏指区居民有更多精彩的艺文表演可以欣赏 也推广更多人文艺术的美好 新北市医员廖先祥就大力协助戏指爱乐乐团 举办戏指好秀音乐展演活动 活动有两场分别为9月24日的青子互动音乐会 以及10月15日的东西洋流行乐曲音乐会 邀请民众一起来欣赏 好我们戏指过去常常会有许多人说 我们戏指是所谓的艺文沙漠 那其实我们戏指在民间方面 有非常充沛的艺文的量能 那所以说近几年来 先祥都有在协助民间的艺文团体 跟我们新北市政府系指区公所 来做一个合作 那这次的两个主要的主题 系指好秀呢 就在9月24号 第一个第一档的同乐同乐 主要是针对于小朋友 我们利用说故事跟现场演奏 与民众互动来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 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 那在10月15号这一场 我们系指好秀的第二档节目 叫做欢喜奏会听口吹 为什么要用闽南语呢 因为我觉得这场音乐会 最主要的主宠年龄层拉大 从5岁到100岁都可以来听 首先登场的同乐同乐亲子互动音乐会 将透过别出心裁的说故事模式 与乐团的现场演奏相互应 与小朋友互动精彩有趣 第二场的东西洋乐曲音乐会 曲目南瓜5岁到100岁 一定会让你听到心中的那首音乐 也可以听到其他的经典音乐 活动完全免费自由入场 不要错过一起来参加 那除了我们这个同乐同乐之外 那我们今年还会有一些 也是跟我们民间的艺文团体 合作的一些项目陆陆续续 也都会在年底前来邀请大家参与 那包括我们也有邀请到 花格格故事乐团 或者是说万圣节的采接活动 那希望让我们的小朋友 在汐止就有许多有趣的活动可以参加 汐止爱乐乐团 深耕于汐止最主要是以推广为目的 我们希望能够在汐止区的民众 能更认识我们更了解我们 也更知道我们的运作 所以在这个时期 我们希望都是以免费的方式 邀请汐止区的居民 甚至不是汐止区的居民 一同参与我们的活动 今年下半年度也将陆陆续续 有许多与民间艺文团体 合作的精彩艺文展演 希望有兴趣的民众不要错过 亲子共同欣赏互相学习 让人文艺术更贴近你的生活 记者李嘉文细致 采访报道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会嗨 会嗨 好奇一世 青春一世 防毒反毒 不碰毒 南部登革日疫情持续升温 在新北市的贡寮区 大部分的居民都有自己种菜的习惯 菜园有大有小 因此登革日的防治也显得重要 在龙门里就有一场登革日 即环境宣导的活动 里长吴世洋更直接带民众 到菜园实际示范 寻道清刷四个步骤 加深民众影像 近来南部登革日疫情升温 北部地区也要防范于未然 在供辽区大部分的居民 都有自己种菜的习惯 菜园有大有小 因此登革日的防治也就显得很重要 今天在龙门里 就有一场登革日 即环境宣导活动 里长吴世洋更直接带民众 到菜园来示范 寻道清刷四步骤 加深民众影像 里面能够寻道清刷 把周遭附近还有菜园里面的蓄水桶 把它蓋蓋子 就是蓋網子 不要让蚊子在水里面残染 造成登革日的发生 希望大家要煮 里长表示 为了宣导登革日防治的方法 特地带民众到菜园 实际操作一次 如何寻道清刷 加深民众印象 也希望民众可以落实 而不是只是沦为口号 全民共同守护居家环境 远离登革日 那个我们今天是我们那个那个 农门里一个里环境认证的 一个宣导活动 那今天通过这些活动的 让大家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里环境的部分 大家能够做好环境清洁 特别是现在登革日 疫情比较严重 那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疫 工业区公所今天也到场 和民众说明登革日防治的重要性 区长也表示 农门里今年再度荣获里环境五星级的认证 可见在环境方面下足很多功夫 尤其现在南部登革日疫情严重 在供僚区这里也是 再三宣导并眉纹防治的重要性 希望民众多加配合这些预防措施 介续为供僚采访报导 五股成泰里开办长辈关怀据典 照顾在地的长者 在卫生所的协助下 已经持续办了三年 据典都会安排一些动健康 手作和抑制游戏等课程 透过这些课程 让长辈们能够延缓退化 五股成泰里长有建于 区内有一些雅健康的长者 需要关怀照顾 便与小宝老师合力规划 在里活动中心开办认知证关怀据典 在卫生所的协助支持下 已经持续办理了三年 我们五股区成泰里 是在我们这些长者 是一个雅健康的一个据点 那这个雅健康的据点里面 我们关怀的我们的长者 他们就是在这边 就会特别的安排一些课程给他们 那我们在课程的时间 都是在固定在每个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的早上 九点半开始到下午四点 那这个时间里面的安排 都会有我们的一个负责的小宝老师 他在安排这些课程 每周三 四 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 据点都会安排一些 动健康 手作及抑制游戏等课程 透过这些课程 让长者们能够延缓失智 失能 同时也对身心灵有所注意 有这样子可以让一些认知证早期 可以提早预防这样子 那甚至于在这个据点里面 可以透过这个社交活动 还有这些手作活动 还有通论活动等等的 那达到他的一些生活技能的 一些功能再更好的样子 活动里面就是让他们动动脚 动动手 动动脑 那这些让他们先做一个热身 后续我们就还有一些他的手艺课程 还有我们走动的一些课程里面 安排就是让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一些 记忆上面的一个帮助 潘明宏立章指出 面对这些亚健康的长者们 照顾起来教费心力 很感谢一些志工及老师们 无私的付出 让这些长者们来到认知证 关怀据点都能够健康又开心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 汐止区部落文化健康站 每天都会安排不同的活动 让原住民长辈越动越健康 除了绘画也挑健康操 接着中午还能够开心共餐 汐止区长林庆峰也到场关心 而有热心的原住民长辈 还教区长说简单的原住民语 气氛相当稳心 汐止区长来关心长辈们真的好开心 立即吆喝唱首原住民的欢迎歌 表示热烈欢迎 也表达他们心里的热情 新北市原住民家庭关怀协会 每天都会安排不同的活动 有母语教学 画画 垂球 动健康等等 让长辈多走出来动一动 可能是在原住民公园 或是山光后的活动中心上课 而中午时间一到 二三十位的长辈 就会回到文化健康站这里吃饭 我们大概是101年成立 细子事半的日间老人关怀站 目前我们服务也将近已经11年的时间 目前是一到五 每天都有安排延缓失能的课程 然后中午会有共餐的活动 目前就是针对延缓失能的课程 比如说头脑保健课程 或者是怀旧的课程 或者是提示能运动的课程 我们都会进行安排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细子区的一个原住民发展协会 在这边来照顾我们所有的一些长者 那我们也特别来欢迎和邀请 那我们细子地区的一些原住民的长辈 能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文件站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餐 细子区长林庆峰这一天也特地来关心 原住民长辈不但用他们的歌曲展现热情 也热心地交细子区长简单的原住民语 像是自己的名字还有部落的猎物等等 像是山珠飞鼠等等 现在也成了教室里的分组名称 当天区长也献学献卖大家达成一篇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长者 他们也都用他们自己原住民的一些母语 来分组 那我们今天有阿里丽丝老鹰队 还有法肥以及辣瓦 还有我们的满色一起来分组 那我们也谢谢长者教我们学习 使用我们原住民的母语来称呼大家 非常开心 看到我们的区长吉兰区长林庆峰区长 我希望每天都要来这里照顾我们老人家 今天来的真的很高兴 我们主要都是原住民的长者 然后我们目前都是阿美族的长者 目前的话呢我们会针对一些语言的课程 或者是文化的课程 那像语言的课程呢 虽然长者都非常会讲我们自己的母语 但是针对我们的罗马拼音的拼啊读啊 其实多少都还是会有一点生疏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一些会进行课程 比如说文章的朗读啊 或者是针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议题进行探讨 对那像是手工艺啊编织啊串珠 或者甚至是一些我们的原住民的鼠王的染布啊 或者是我们传统的小米酿酒啊 我们都会进行课程的安排 中午时间一到文化健康站 准备美味佳肴 长辈们拿着自己的环保碗筷添饭打菜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开心乐活 嘉诚慧林细子采访报导 隐身在新北市万里山区的新景点 随着地瓜祭活动跟着曝光 由旧砖厂改造的闲置空间 保留过去烧砖的大烟囱 让民众除了可以品尝美味的摇烤地瓜 还能够体验丰富的砖厂文化 万里区的高山地瓜产祭接近尾声 不过隐身在山里的新景点可没有打烊 日前办理万里地瓜祭的活动场地 是由旧砖厂给活化整理出的新休闲秘境 保留海市砖厂时期的大烟囱 活化打造将近一公顷的空间 让来到秘境旅游的人 能够同时拥有专场文化 与放松休闲的双重享受 那我想我今天带大家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万里的一个秘境就是叫齿木窑餐厅 然后这个餐厅以前是一个传统的砖厂 那改为欧式窑在这个场地里面 我们是一个有宠物的友善餐厅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这里来做野餐 然后吃我们刚出炉那个香喷喷的 一个地瓜披萨跟地瓜窑 那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18层楼黑色的一个烟囱 这是我们当地一个地标 然后在烟囱下面也种了一些地瓜田 我们可以到那边采做地瓜 那我们目前慢慢的在做一些原生种的培植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的修护 那我们目前是先从农场还有地瓜的部分 开始从万里在地的地瓜 开始重新慢慢培育 那我跟姐姐本身也是青农的身份 那我们就想说今年可以慢慢的把 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地瓜窑 一个面包窑 那我们这个面包的部分 我们希望可以结合在地地瓜 去做一些在地地瓜的结合 所以这次也推出了一个三种地瓜口味的面包 慈木窑的原址旧砖厂对于当地人而言是相当熟悉的地方 在十年前由现在的业者接手并整理活化 从原生种生态的富裕开始 也打造起地瓜田更盖起了一个面包窑 与在地结合推出三款的地瓜面包 希望让到访的旅人不只是感受到旧砖厂的文化风情 更加也可以品尝到融合在地特色的美食 未来的话会做观光农场的申请 目前休闲农场正在做申请 那目前原有的这一块旧屋 我们是已经开始在做烘培屋 那假日的部分我们有接收客人的预约 然后来这边来享用我们的地瓜披萨 还有一些我们的面包的部分 不只有大烟囱、地瓜田与面包窑 还有业者精心依照原始地貌打造的每一个休闲小角落 让到访的旅人可以放松的在大自然中野产休憩 而目前此木窑正在进行休闲农场的申请 开放时间为六日且采用宇约制 此外此木窑也希望透过烘培屋 与园区里最大卖点大自然为特色 让到访的游客可以体验动手DIY的乐趣 并且在大自然中品尝最在地的好滋味 纪照片和万里采访报道 前新北市平林乡长梁金生在新电文使馆三楼演艺厅 举办第一本新书发表会 现场贵宾云集包含政商界和平林的在地相亲 都前来共襄盛举 前平林乡长梁金生16号在新电文使馆三楼演艺厅 举行第一本著作《金色人生》 茶香总监的十四堂生命格局课新书发表会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多位明代、国际世子会、学界 还有许多平林在地相亲 都前来共襄盛举 现场十分热络 梁金生是农家子弟 一路从平林乡民代表到担任两届乡长 后来加入国际世子会 更接任300B图区总监 但领虚有投入相当多公益活动 也因为这些充满挑战的历练 让梁金生体悟到丰富的人生哲理 因此他强调 金色人生并不是在介入自己的丰功伟业 而是他心目中一直以来的愿景 期盼借此能够鼓励更多年轻人 在遇到人生抉择时 可以将他的人生智慧作为参考 我把我的从23岁到公子以后 到现在63岁 这40年来的一些所做 所看到的经验 来让把他写人书 希望说让民众 让年纪朋友来学习 来参考 因为我是自责说 我的所做所思 都比较前瞻性 比较讲到长眼的 金色人生这本书以春夏秋冬代表 励志展业活水温情等 人生不同的成长阶段 阐述梁金生在面临各种困境时 如何突破创造奇迹 而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也录制影片推荐这本新书 梁总监在书中勉励大家 只有经过历练才会发现 站在不同岗位 会有不同的思维 其实人生是做就对了 不要将这本书郑重推荐给大家 梁金生说 一般人总是后悔没有早知道 人生因此蹉跎 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有前瞻 勇敢做 像他一样有金色人生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一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